这部呢就有一位朋友啊 他关于这个海外跨国公司的一个问题啊 他说请问我的公司不止在美国有 那在海外呢也有啊 很多公司是这样子的啊 请问这样的这种情况呢 劳工保险应该怎么买 还有呢就是在美国买的这个劳工保险 也可以保海外员工的这个人身 或者事业上的安全这些吗 OK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呢 就是我们的复达保险的保险规划师 他喜欢我们叫他老专家 我们的游惠玲小姐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 赶快请我们的保险规划师游惠玲小姐 来帮我们回答一下哈喽 你好这个问题是可以的哦 如果是他是跨国公司 主要的公司是在加州 我们加州的劳工保险 算是数一数二我们全世界 数一数二贵的 如果他是买我们的 加州的劳工保险 想要去保他 不管是中港台哪个地方 或者是到欧洲到非洲到哪里去出差 他的加州的员工飞出去在外地工作 都是保在里面的 所以这不用担心哦 只要是加州员工出去 老公保险不管你去哪里 他都跟着走 就算这个人只是在家里工作 他这个疫情期间 他根本没有出差 他就在他家工作而已 那一样的 他在家里工作这段时间 万一有受伤了 是在上班时间受伤 那都是可以做理赔的 但如果他这个情况是说 我的工厂在中国大陆 什么在深圳啊 或是我在越南啊 在柬埔寨啊 在很远的地方 那当地你的工厂设在那里 请的员工是当地人 你应该买当地的劳工保险 而不是拿我们加州的劳工保险 去来保护你那个外国人 这样就太不划算了 那除非你是我们加州人 飞出去外国工作 那就值得 对 那你如果在外地设厂 不管20个还是200个 你不妨就在当地 保当地人的劳工保险 然后保当地的这个员工 这样子才是比较符合 你的这个费用的计算 所以你可以请你的 商业保险的规划师 专门帮你做这种 Worldwide policy 全球的这个保单 这样子你就可以把风险分开 你就不会白花花的浪费钱 然后我们加州很贵的保险费 去保你这种 其他国家的这个员工了 好 非常的清楚 如果是加州本地的员工 即使去外面出产 也是保的 包括在家里面上班也是 但如果是外地属性的员工 尽量在那边买一个保险 好 那买什么保险呢 可以打电话找一下 我们的这个刘惠林